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围棋课堂 我是段荣 今天继续为大家介绍围棋艳语与实战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艳语呢 叫两处有情方可断 大家都知道这个断 切断这个在围棋的作战当中呢 常常都是一种很有利的手段 黑棋两个子 白棋把这两个子中间的连细给切断 这一手棋呢 它就叫做断 那么 这个断呢 是一种很有利的 可以说是一种很有利的进攻手段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给大家分析一下 什么时候应该去断 什么时候应该选择作战 什么时候应该 就是说回避这个切断 这句艳语呢 叫两处有情方可断 简单的说呢 就是在 对方如果被 如果对方被你切断了之后 它两边都有这个不安定的因素 那么这个时候切断通常来讲是比较严厉的 打个比方这样的棋型 黑棋这里存在断点 假如白棋的周围 周围都是白子 那么白棋这个集中优势兵力 在这里切断 在这里切断这两个子 对于黑棋这两块棋呢 起到加工的作用 那么这一类的切断呢 它是比较严厉的 对于黑棋的两边都能形成 很大的威胁 所以叫两处有情 这个两处 这一处和这一处 黑棋都有情况 都这个面临危险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断 是这个一断呢 是比较严厉的 那么反过来说 假如黑棋是非常安全的棋型 两边都是活棋 刚才那个情况呢 是一切断之后 黑棋就出现了两块固棋 这种情况呢 白棋再去断 即便能断掉这个子 哪怕它不会死的话 这种断也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即使把黑棋切断 黑棋就简单的跟着硬一硬 黑棋两边 它都是活棋 都是安定的 那么白棋这个断呢 起不到对黑棋进攻 或者说打击这样的作用 那么这个等于断了也是白断 那么没有什么效果 这样的棋呢 就不该去切断对手 那么接下来呢 还是为大家介绍一些 这个断这种手法 在实战当中的一些运用 就是在各种场合都有可能运用到这个断 讲一讲什么时候该断 什么时候不该断 比方说 有的说呢 这个断并不一定要 给对方形成很大的打击一段 把对方吃掉一块棋 或者说是一定要 把对方攻得很苦 才能断 有的说这个断呢 也是一种很小巧的手劲 能够获得一些局部的利益 哪怕把这个断作为弃子 有的说也是很好的手段 比方说这样的棋型 黑棋呢 脚上已经是活棋了 白棋呢 比方说两边都是白棋的控 都是白棋的失控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如果轮黑棋线索收关 黑棋两边一扳接 黑的脚上是八木棋 而白棋呢 它唯控的边界是到这里 两边都被黑棋给扳接了 其实呢 这个局部 白棋可以抢在黑棋扳接之前呢 施展一个小小的手劲 就是这个断 先送死 黑棋无论从哪边接 接这边和接这边 它的效果是相同的 白棋都可以得到 这个先手打吃的利益 这个打吃的好处呢 我们点目就可以明白 黑棋这边斑接依然是先手 在这边呢 没有发生变化 但是从黑棋脚上的目数来讲 黑棋是一二三四五六 刚才我们看到黑棋是八木棋 现在是六木 黑棋已经缩减了两木 而白棋的边界呢 很显然 这两木 刚才是被黑棋搬毡 现在是白棋的空 白棋增加了两木棋 所以这个断通过砌掉这个子呢 这个子虽然被吃了 但是获得了四木棋的便宜 所以说这个两处有情方可断呢 当然是在 在一种特定的场合吧 在这个 说的是断这一招的严厉性 切断对方两块不活的棋 这个呢 对对方能够造成最 最大的打击 最严厉的打击 但是如果这个 运用断这种手法 就距离于这种 一定要断开严厉的进攻对方呢 那倒也不一定 对方能够造成最大 再给大家举一个同样是 关子方面的这个例子 对方能够造成最大 这一块呢 都是黑棋的实控 普通的想法 收关呢 就是这么先锁一爬 然后呢 粘上 让黑棋接上 先锁把这个一路关子收掉 但是呢 这个并不是很精确的一个 收关方法 更好的办法呢 更好的办法呢 先在这里断 黑棋如果拐吃 因为下一步 白棋就要关门吃两个字 黑棋如果拐吃的话呢 白棋打吃是先锁 再爬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 黑棋的目数 从这里开始计算的话 是一二三四五目起 而白棋这一目呢 是白棋的 而刚才如果直接爬的话呢 黑棋打 白棋接 黑棋粘上 黑棋是一二三四五六目起 而将来一冲 白棋挡上呢 白棋这一目 是不存在 所以先运用这个断的手机呢 可以得到两目起的便宜 至于说 黑棋为什么不能接在这呢 黑棋如果接在这 白棋就不是爬 而是有这个顶头这样的手机 就可以把黑棋这块空给破掉 往下走的话 白棋一打吃 黑棋就死在里面了 如果提呢 当然也只能提 被白棋爬过 这个整块空就被破掉 所以在这个爬之前 先施展这个段 这样的手机 在关子阶段 也是相当的 相当的强 经常用到的一种手段 当然在棋子扭杀在一块 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死活问题的时候 断也是一种常用的 这个弓杀的技巧 比方说这样的棋形 比方说这样的棋形 这样的棋形呢 形成是两块棋对杀 初一看呢 黑棋好像占据了脚步 气是很长的 但是呢 棋形有破绽 白棋 在这咔嚓一段的话 黑棋是吃不掉这个白棋 不管从哪边吃 白棋这么一粒 这叫经济独立 往这边吃也是接不归 被白棋提掉 这边呢 同样是被白棋提掉 所以这一段之后呢 实际上黑棋只有两棋 杀棋是杀不过白棋 这也是 这个 断在一些死活当中的 一种基本的运用 如果被黑棋补上的话 很显然这个棋 就根本就没得比了 再比如说这样的棋形 这个呢 从一个局部的床形 演变而来的 类似这样的棋形 黑棋这块已经被包围起来了 现在面临很大的危险 如果白棋在这里 随便补一手的话 黑棋整块只有一个眼 那么活不了 黑棋现在需要想办法 利用白棋这个气景的弱点 在这里寻求这个最 把握最后一线生机 寻求做活的机会 这个时候呢 也是需要断 出于看的这个断 似乎是在送死 因为白棋一叫吃 它是跑不掉的 跑的话白棋接着打吃 但是呢 黑棋还是 可以有后续的手段 有这样的 翻打的手段 白棋如果长 黑棋这样一打的话 就形成打截杀了 就形成打这个截 那么白棋 当然提这个要好一些 比起再搂打 白棋同样是粘不上的 粘的话一打 这个整块打截了 粘不上的话 这块棋 整块黑棋呢 就形成打截杀 所以说断 在这个局部的死活当中 也是一种常用的手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断在关子阶段死活 会局部对杀的时候 它都是经常能够用到的一种手劲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 在有的一些局部接触站当中 什么时候该断 什么时候就不该断 这个呢是一个常见的布局 飞压 说到这儿呢 也可以顺便说一下 黑旗飞压过来 白旗呢 这里是能够冲断 但是至于这个冲断作战有利或者不利呢 这个还需要仔细的分析一下 黑旗就这么尝一尝 下一步要争吃 所以白旗呢 需要在这里走旗 黑旗 比方这么一飞 在白子离这个三间低价 白子离黑旗比较远的情况下呢 白旗这么强行冲断呢 它不一定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 因为白旗毕竟距离黑旗比较远了 对黑旗的压力要小一些 黑旗比方说这么靠下来 白旗需要在脚上做活 那么黑旗还可以出头 黑旗假设两边都处理好的话 这个冲断就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但是如果这个旗子的位置在加工的比较紧呢 这个情况就不太一样 黑旗如果还敢飞压的话 那么白旗这个时候冲断 它就变得非常的严厉了 因为这个旗离黑旗 刚才在这儿 现在在这儿 给黑旗的压力大了很多 黑旗如果要这么出头 那显然这个旗已经是被白旗 收在口袋里面了 那么白旗已经是有所收获 甚至更狠一点的话 还把这个立下去整体攻击 当然白旗如果就老老实实 把这个旗吃掉 已经很满意了 从这里也可以发现一个道理 就是在自己兵力占优的情况下 给对方的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如果有机会 把对手切断 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效果 但是呢也有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定式 有一种定式黑旗是往这边飞的 这个时候白旗就不能轻易的去冲断 换了一个方向呢 它的这个得势的判断就大不一样 黑旗同样是挡住 之后呢打出来 接上 黑旗是从这个方向出头 那么白旗当然也可以把这个子吃掉 但是 整个角控被黑旗占据了 白旗实地上是非常的大 那么如果再去 在脚上寻求做活的话 这个就有点两边 自己两边下的旗能自相矛盾 嗯 即便脚上能活 被黑旗先手下后之后 这个子黑旗再动出来 白旗等于反倒被黑旗断开了 自己陷入一种不利的战斗的这种境地 所以 这个切断对手呢 也有一个 也要分一个轻重缓击 就是说 黑旗这个子呢 它很轻 完全可以弃给白旗 白旗旗是吃掉了 它的收获也不大 而刚才这样的状况呢 白旗如果把这个子吃掉呢 在这一代 不但已经获得了时空 在这一代还有发展的潜力 这个收获呢 相比之下是比较大 黑旗挂 白旗三肩架 黑旗飞压 白旗爬 黑的一长 白的呢 跳出 当然在这个局部呢 是黑旗是冲不断的 冲断之后被白旗抱 这个二路子跑不掉 大家都知道 所以呢 也说明一个道理 就是 但是在断之前呢 还要以这个基本计算为 作为一个基础 施展任何手段的时候 都是这个 以计算为依据 都是必须的 黑旗呢 现在这里拖 白旗选择了 简明的粘上 因为拖完之后呢 黑旗这个冲断的手段 就成立了 白旗如果接 外面这个字被蒸死了 如果吃掉的话 黑旗断打 把白旗这两个字 吃进来了 当然白旗这个时候呢 也有可能选择 复杂的变化 但是呢 这个跟我们的 今天要讲的主题呢 没有太大的关系 白旗简明的粘上 黑旗也粘上 在这里做活 白旗拆二 不走的话 黑旗攻过来 不但自己增长实地 而且呢 白旗这个眼尾还不健全 点脚 给大家摆这个例子呢 要说的其实还是一个 什么时候该断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对方 这个 旗子比较 要看准什么 对方比较 重 重要的旗子 你去切断她的话 这样才能够给对方 造成比较大的 打击 或者比较大的麻烦 比方说 这里白旗也是能切断黑旗的 但是呢 它的确是切断了这两个黑旗 但是这两个黑旗对于黑旗来说 它是不是重要 黑旗如果 跟着逃的话 那么白旗当然是非常满意的 可以说黑旗是 正好是顺着白旗的意图在走 这几个子越走越重 下边呢 还要遭到搜刮 白旗可以通过进攻它 获得很大的利益 但是 这样的旗 这两个子 也就是四母旗而已 非旗简单的弃掉 然后呢 再去其他地方占据大厂 这个 任何一个大厂的 它的价值啊 远远大于白旗在这里 吃掉两个子的收获 所以呢 在对方比较轻 它可以很 很潇洒的把这个 蚕子弃掉的时候 这种时候 往往不应该去断 因为即便有一点收获呢 这个收获也很小 还不如这个 在其他更重要的地方 把棋子下在其他更重要的地方 这个是谁 你 要找到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咱们 里面 有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棋打赏完之后 往下立 这个时候呢 黑棋是明显有断点的 白棋一切断呢 就可以把黑棋这个子吃掉 黑棋不太可能跑这个子 因为白棋这样一翻打的话 黑棋这压都是先手 黑棋整个这一块非常危险 所以黑棋只能是退 白棋还可以再压一下 这个扳过头来非常严厉 黑棋还得再退 白棋要吃这个子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黑棋呢 拐一个是要点 白棋需要在脚上防守一下 否则飞进来呢 很大 之后呢 黑棋在这里把这块棋彻底的安定 同时呢 也围住了十多亩的实地 那么当然白棋这样的段是很有收获 收获呢 也不小 但是 这个情况跟黑棋所得的相比 究竟白棋是不是便宜呢 也很难讲 因为黑棋将来在这一带一间充的话 还有可能把白棋这个权力给消掉 所以白棋虽然在这里有所收获 但是黑棋在这里已经得到了15摩左右 同时也是一个安定的 非常 非常安定 非常厚实的棋型 所以这个段呢 可以说也不是非断不可 还可以考虑另外一种更灵活一些的思路 比方说加工过来 不拘离于吃这一个字 整体的进攻黑棋 这样呢 也是一种 也不失为一种高明的策略 整体的进攻 那么白棋有可能在这一带形成一些失控 同时呢 在这一带呢 也可以把这条边是围住的 黑棋 刚才那个图的黑棋有15摩左右 现在呢 黑棋还需要为了这个 为了寻找根据地 黑棋还需要再接着忙活 所以 也可以说这个子呢 黑棋是比较轻的 白棋呢 不一定要去吃它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 在某些场合 把这个 这个段也可以用来作为气子 也可以达到很不错的效果 比方说这个例子 把其二 双飞燕 之后点脚 嗯 嗯 嗯 类似于这样的棋型呢 黑棋在下边呢 已经是非常的厚实了 嗯 可以说 白棋在这里打入的可能性呢 几乎不存在 因为黑棋 出头之后啊 黑棋这一带非常厚 出头之后 这里也很接受 白棋即便能破掉这一点点空呢 它 将来所要付出的代价肯定也远远高于这个 破这几目棋的价值 所以这个时候呢 白棋其实不妨把这个段作为一种气子 白棋就这么冲 明知道会被吃 也这么下 关键呢 是上边这一打 能够打到这一下呢 在上边白棋已经加厚了一点 有一定的收获 再打试一下 再拖 这样定型的话 符合一个起理就是 让对手厚的地方 再把它加强的话 是不可惜的 因为 让它厚上加厚呢 它有一种重复的感觉 重复见识 效率不高 那白棋再来拆边 白棋呢 这几个子本来并不是那么强 但是得到了这上边一打和下边一拖 两处利用之后呢 白棋这块它更强了 所以说 总体判断的白棋所得的利益 大于这个 把黑棋撞后所遭受的损失 那么 我们这个 这个谚语呢 虽然是叫做两处有情方可断 着重强调它的进攻性 但是呢 切断这种手段 在这个实战当中 它还是能够非常 能够非常广泛的运用 不仅仅限于进攻 有的时候呢 也是一种小技巧 比方说收官或者说死活当中的小技巧 有的时候呢 甚至作为棋子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一定要注意的是呢 在用于进攻的时候 一个是要分辨对手的 就是对手被切断的气 究竟是强还是弱 另外呢 是轻还是重 不要去切断对方已经活了的 已经很强的气 也不要去切断对方 气的也无所谓的很轻的气 这个才是两处有情方可断 这句话它真正的含义 好的 这一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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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